生活治多心 就减肥的人也要注意 因为我们産肉和肥肉都是沿着血 所以说你减肥减过度的话 减掉肥肉但是瘦肉也会跟着流失 就会变成肌草症 所以说肌肉对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好的蛋白质 一定要聪明的吃 要补充蛋白质是不是 还要运动 运动 你看如果你肌草症会怎么样 活动力就下降 跌倒跟骨质机会变高 你看老人家就是经不起跌倒 是不是 我们老人家就容易骨质疏松 肌草症体重也会上升 那你的代谢疾病跟糖尿病的机会 就会变多了 像这个印加果 或者称它叫做美藤果 或者叫做新兴果 它是产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 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印加文化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在那边长出来的植物 就是说它的种子 我们冷榨出来的这个油 它天然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完美 就是说我们吃油是这样的 Omega 3 Omega 6 我们需要有一个比例 但是现在我们会出问题 就是说我们平常吃的Omega 6太多了 那在体内因为这些Omega 6太多了 我不是说Omega 6不好 但是你过多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产生发炎的作用 所以说需要Omega 3的鱼油 来平衡它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话 都会去买鱼油来补充 但是现在的鱼油 怎么说 就是说它的来源会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会有一些争议 比如说海洋污染 污染什么一大堆的 所以说阿财开发出 这个就是所谓的植物性的鱼油 因为它是Omega 3 那到我们体内的时候 植物性的Omega 3 就植物性的鱼油 我们称它叫做新鲜果油 或者是说印加果油 它在体内的时候 它会转化成为EPA跟DHA 我们谈Omega 3的鱼油是含有EPA 含有DHA 但是你吃了以后 它在体内利用会变成EPA 还有DHA 我们知道DHA对我们脑细胞的发育 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像这些油 因为它所 要多多摄取 对 它天然所含的比例 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 需要油的比例 那如果是拿这个油来做料理的话 你比较建议的这个料理法 这个不要拿去煎 不要拿去炒 你就可以把它 它用法就是跟橄榄油一样 就是你沾你做沙拉 做沙拉拌一点 对 清蒸水煮 沾面包 对 这就是很好的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沾来吃 就是我们来吃的是很香的